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底现在整个米酵菌酸 到底怎么回事 它的来源是什么 如果不是果条又是什么呢 今天有最新的说法 另一方面还有非常知名的 汉莱饭店的这个自助餐 传出了一家六口当中 有三个送急诊 以及我们讲到的葬寿司 今天这个事情都这样子延烧开来 但另一方面 第二个重点大家关心的 就是马英九 他可以说呢 在今天出发到了中国 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 他这次要去参访那些单位 包括了像是我们说 这个大江五人机 包括了这个比亚迪汽车 都是被美国所制裁的 你这样子一个动作 就被认为说 你这次到中国去 还没有见到习近平 这一路下来 每一个动作 都是所谓的有布局有剧本 第三点就是邱国正 今天哽咽了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是味道伤心处 但是他儿子的这个部分 疑点重重 他在今天说了什么呢 甚至连邱国正跟小卑鄙 来拍照的照片都流出去 怀疑就是手机被骇客入侵 好我们在今天连串内容 包括了罗森伯格 今天刚好也见了我们的总统 跟总统当选人 好今天来告诉大家 米肖郡酸 他要怎么样像洗肾一样来洗血呢 马英九访中 三个密码 嗆美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这个事件呢 我们就说马英九到了深圳去了 大家注意到没有红地毯还是没有红地毯 那我今天来跟大家挑战的就是米肖郡酸 还有马英九的密码 我们先看到的在这里 这个米肖郡酸为什么说这么奇怪 经过了这个周末之后 查得很清楚了 现在有31个人都不信 有这么一个中毒的部分 有两个人不信死亡 而且呢有五个是比较重症 有四个人是命危 可是不理解的是 有14个阳性 14个验出了米肖郡酸 但是35个食材全部阴性 这个35个食材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我们讲到的果条 包括了你讲到的生抽 酱油都有 只是没有木耳 他们说木耳都吃光了 就没有木耳 那我们就说 这个事情怎么会这样子呢 王必胜的说法是说 因为可能我们真的有问题的 这个果条已经吃掉了 后面剩下的是23号之后进货的 没有问题 第二个重点呢 这也延烧开来说 这整个事情到底有没有扯到中国 我知道很多人一定讲说 你不要这个也扯到中国 那个也扯到中国 但我要问的是 台湾这么多年 几十年来 没有出现米肖郡酸 那怎么会出现这个情形 我们知道中国有 东南亚有 那是怎么进到台湾的 这才是最最关键的一点 另外我们今天跟大家讲 我们也要特别强调 米肖郡酸跟米没有关系 所以就传出来说 它可能就是要干嘛 它必须要改名 因为很多种米的老百姓 一听到米肖郡酸 大家说不敢吃米了 不敢吃面了 其实不是这样子 它有一些条件 它必须要有发酵 而它必须要有一个郡体在 不是这么简单的 那我现在就跟大家讲说 改名改什么名字呢 可能叫做用它的英文的学名去改 米邦克拉酸 或者是波克拉克酸 或者是野鼠郡酸 但是他们最后定案 应该不是野鼠郡酸 为什么 因为你这样野子 大家也不敢吃了 所以不管扯到什么东西都不要 就给它一个专有的名词好了 那我们今天再告诉大家 我今天跟大家来挑战的 除了我们讲到这个事情之外 还有就是马英九 马英九 它是不是假参观真嗆美 为什么这样讲 你可以看到 它今天看的是大疆 大疆是无人机 它是在2022年8月 就被美国政府禁止参与采购了 然后还有腾讯 腾讯也是2022年 就被列入黑名单了 还有明天要看的是比亚迪 比亚迪是今年的1月 美国政府就已经禁止国防部购买 这个公司的相关的电动车或柴动车 所以我们就说马英九这个动作 我不知道是他是他笨呢 还是他故意配合演出 就是说他要有一步一步的这么一个付出 习近平才会愿意见你 习近平方面可能给的条件就说 马英九你要见我4月8号 你要写下你的历史定位 我看你怎么表现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萧续成不断的说 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台湾是属于中国 第二个就是马英九要去呛美国 我跟大家讲在这个时候 马习会是不是在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举行 也是一个重点 因为为什么你知道这个台湾厅 它是台湾自古以来 就是说是这里面有一个文字 就是说台湾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 你看看这个字这么大就写在这里 所以你在这里如果要去这个地方 当然呢这是客随主便 他就要在这里见你 他就吃足了你马英九的豆腐 因为这个是什么时候 这个时候呢周恩来跟美国方面签订了 1972年签订了上海公报之后建立的 上海公报是什么 上海公报就是说 美国不承认中华民国 美国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这个环环相扣 我觉得马英九要想清楚 你要的是历史定位 你不要到最后 你变历史罪人 你变历史罪人 还变历史笑话 既然光是第一天 你要去大疆的时候 我就昏头了 我就觉得大疆 就是你标准的在呛美国 然后我们要跟大家讲 为什么美国这样呼应 我第一个讲到 罗森伯格来台湾 见了蔡英文总统 跟我们的总统当选人赖清德 对不对 罗森伯格说什么 罗森伯格说 现在按照这个 我们看到的台湾关系法 美国就是要保护台湾的安全 而台湾也这样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在这个礼拜四 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 他就要加强对中国 晶片制造业的限制 他就要对于所谓的 晶片法案再升级 就是要勒住你中国的脖子 所以我们看到这么一个局面 跟大家来分析 马英九他为了要去中国 为了要见到习近平 这在一个美中对决之下 他要被变成棋子 他要去呛美国 是被呛美国 我认为以马英九的聪明 他不至于笨道不知道 但是他愿意 他想要 那我今天就看到呢 网友的留言很多 这是台湾网友的说法 他说马英九是一个 没有舞台的政治边缘人 还真不知道 这个习近平找他做什么 因为我在想 习近平除了他之外 朱立伦不敢去 克文哲也不敢去 那我跟大家讲哈 相隔一年又五天 马英九去了 但是 晚上你也是没风地毯啊 你还是没风地毯啊 2023年的时候 是当时的国台办的副主任 陈元峰接机 现在是国台办的副主任 潘贤长接机 都是用国台办的副主任 我觉得不但是矮化 而且矮得不轻啊 矮得不轻啊 那我不知道要矮到多歹 矮到 马英九的膝盖要跪下来才够矮吗 有人这么讲说 马英九要去当吴三桂 不在意 因为马英九在台湾 已经没有民意支持度 但是马英九的杀伤力会是谁 可能就会杀到国民党 接下来要参选的人 好我们再来告诉大家 最近哦 哎真的是寒流啊 台湾真的寒流很厉害 我们在讲说这个 累的女王之外 还有就是孙艺珍 她这个爱的迫降 找到了好老公 孙艺珍据说要来台湾了 4月16号要来到台湾 好今天不分蓝绿的 你怎么看 我们来告诉大家 真的是千呼万唤使出来 虽然今天是愚人节 但是大家都说 Don't fool me 我们要讲00940 今天出来了 结果爆出了多少 爆出了134万张 结果收盘的时候 跌到了9.76 因为他当时在整个来募资的时候 是一股大概是10块钱嘛 9.76 我们来看看这里 还有人说老婆要骂他 把东西都丢了 因为他就是贷款了300万 去买00940 另一方面还要告诉大家 就是黄池的这个部分 黄池的部分抓到了有三个人 而这个抓到的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他们就说 他们也只是转po 这里面呢 有两个女的跟一个男的 在今天被逮要吃上官司 再来告诉大家的 就是我们看到的 王宏威今天说 这个公司是不是就是 所谓的相关的翻版 你这个公司本来就是不可以 来卖武器 因为你被发现有问题了 结果没想到 你同样的负责人 或同一个地址的公司 还是可以继续卖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国防部有说话了 到底为什么没有跟中科院同步 另一方面 再来看的 韩国鱼征民主基金会吗 4月10号就要开展 以及告诉大家 有专家讲到说 现在中国打台湾 有三个危险时期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今天先来告诉大家的 就是来看到 在这里呢 就是今天又出现了知名的 岛屿餐厅自助餐 疑似食物中毒 但是现在没有确定 因为呢 一家六口 三个人用餐出来 不是就送到急诊当中 我们看最新的状况 马英九抵达了深圳 晚间要见 国台办主任宋涛 那我们今天看到的 就这一家六口 3月30号 到南港的汉来大饭店 岛屿自助餐来用餐 回家之后 陆续出现了上吐下泻的症状 当中有三个人 半夜挂急诊 经检查之后 医生通报疑似食物中毒 但是呢 台北市卫生局说 他们收到通报 好就还看看相关的 这个用的器材啦 相关的东西 也积查了炒区上方 现烤牛排区 还有相关的部分 他们发现 是不是有些地方 清洁不够呢 要限期改善 那岛屿的说法说 调查当中 它不能够断言是 食物有问题 所以我们这个 还要等到这个结果 那另一方面 在保龄的部分 我们来看到呢 今天也有最新的发展 最新的发展呢 就是他们你知道 有四个分店 除了原本的 这个信义原摆之外 包括了微风 包括了北车 还包括了 他们相关的部分 他们根本都没有保险 所以呢 现在罚起来 全部加起来 一共是一百万元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 法务局今天早上约谈了 新安东京保险公司 得出的结论 是保险公司 会负起责任 那至于没有缴清保单的 三家分店依法开法 五十万 二十五万 二十五万 所以总共是一百万元 那另外呢 城堡大时代 公共意外责任险的 新安东京说 最高理赔是四千万元 责任额 带公正来厘清 那我们看到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要看到的 就是马英九 在刚刚抵达最新的状况 马英九在两点二十五分 抵达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街机的层级 跟去年一样 都是国台办的副主任出来 这次是攀险长出来 也没有看到红地毯 马英九等人 坐上一个中巴之后呢 就离开了现场 而到大江公司 跟腾讯总部来参访 好 我们在今天内容当中呢 跟大家来报道的 就还包括了 泪芝女王 我为了要跟上大家的脚步 看了泪芝女王 当然演得不错啦 就有点像是三星的 那个小公主的故事 可是不能讲三星小公主 三星小公主 她最后是想不开的啦 这个应该不是想不开吧 不一样啦 再来看到 小英在大港开唱出来以后呢 结果大家注意到的是 她的鞋子 怎么说她的鞋子呢 以及金门 金门呢 有中国的网友造谣说 我们金门的阿兵哥跑散了 就中国的什么 这个相关的飞机来 我们就跑散了 不是这样子哦 还有立法院炒什么 炒国会改革 以及葬寿司又怎么了 还要告诉大家 女主播这个长颈鹿案件 据说这个长颈鹿案件 一直要价十几万 而跟三例之间 有了很大的一个控告的 这个部分 好我们来看到 在今天的新闻内容当中 要告诉大家 今天是4月1号愚人节 那当然呢 我跟大家讲 不要开太开不起的玩笑 今天不要开玩笑 4月1号新闻很多 包括了涨电价涨11%嘛 那蔡总统呢 他现身在大港开唱音乐会的时候 他有很多歌都喜欢 忘情的来唱 那当中有舞女啦 还有这个爱情的现实批 我刚没有来得及看 但是我知道这首歌应该会哼啦 来我看看 为什么对你中出心来玩 收了吗不好意思 卡顺也不好意思 看着你我就玩就玩了 只好头泪泪 然后最后就是 我就想小英在打拍子的时候很有意思 但是大家看的是他脚上的那双鞋 我也要看看那双鞋到底是什么 还有今天呢 你遇到了愚人节 有没有珍奶的珍奶 有一大堆凤梨头的凤梨披萨 好大家看一下好我们来看到在今天的内容当中 我们要看到的是米啸俊酸 他如果要像洗肾一样洗血 怎么个洗法 马英九仿中被呛美 他是被呛美还是真的想要呛美 另外我们讲到了米啸俊酸 真的有可能来自中国吗 无心带的说法引起了阵阵的讨论 还有邱国正哽咽 但是他儿子到底是不是手机被骇客入侵了 还有就是 累的女王很厉害 他找出了说有一个人演律师 那个律师是谁 那个律师竟然是文森佐 是宋仲基出来了 好我们来看到呢 今天呢小英赖清德都借了罗森伯格 以及告诉大家的就是 美国要制裁中国的晶片 时间表定的就是4月4号 我们来看到在今天的新闻重点 在这新闻重点当中呢 我们要深入来跟大家讲的 保龄案到现在来说 已经好像没有新的案例出来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 源头在什么地方 我们来看以下的报道 好我们在这里面包括了就是 马英九他抵达了深圳之后 第一站就直接是直接呛美国 另一方面呢 那赖萧萧美琴跟赖清德 明天要到国防部 这是一个重要的行程 可是大家说他会带谁去 就可以知道谁会接行政院长 以及石安也烧到了 这个有名的这个buffet 或者是藏寿司 惊爆4月1号 惊爆4月1号呢 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讲 我们知道什么叫血洗 我们但没有听过什么叫洗血 就像洗肾一样 第一个现在14个阳性 米肖郡酸到底跟中国有没有关联 去掉政治性我们来看他的源头是什么 第二个马英九访大疆被呛美 邱国正的儿子被骇客入侵 第三个国民党的立委也是赵伟的罗明才 怎么会去约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立委 来跟保险公司跟人寿公司 还有跟这个相关的金控公司吃饭呢 这掀起了新北大战 因为罗明才想要选新北市长 那我在这里先来跟大家讲的 这个果条怎么会是阴性 大家说果条阴性那到底是什么 因为一共31例有14个人验出米肖郡酸 5个聚检 那饶河街的两例已经排除了 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 现在他们所有35个食材 全部都没有验出米肖郡酸 所以王必胜就说 验的果条是3月23号才进的 所以有问题的可能都已经吃完了 那现在问题是说要怎么办 现在呢有5个重症4个命危 王必胜今天上广播说 这个只能够类似洗肾一样 用洗血的方式来排除毒素 那可是米肖郡酸 每4天才会少掉一半 所以呢4命危 他现在是很危急 那这4个命危当中 他们吃的是果条 那另外我们再来跟大家讲 就是里面有一个 就是伪创公司 为什么这样子呢 就是当中不是有在北异当中 我们为您报道过独家 有一位是马来西亚人士 伪创旗下的微软 马来西亚来台 超过20年的李姓华侨工程师 现在公司里面已经为他来募款了 因为他现在没有办法 他现在就在里面 而且非常的危急 而且我们知道4个危急当中 有两例说要来做换肝的这么一个动作 那我们再来看到 现在还有一些事情要澄清 我在周末也看到了 这家电视台的报道 他说有人讲说这个凤梨 还有杏鲍菇 过去有验出过米肖郡酸 我一看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 结果今天呢 农业部是否认的 完全否认的 那我先跟大家讲 台湾激进的秘书长吴辛黛说 米肖郡酸在台湾都没有过先例 这个细菌很有可能在中国落地圣根 那暗指是不是保龄茶室当中的这个菌种 是不是大陆传过来的 那是不是这样子一个说法 但是呢 卫福部长薛瑞元今天在立法院就说 你毒素要飘洋过海 比较不可能了 他的说法是因为毒素本身啊 他并不是单纯实验室制造的 除非是标准品 那如果是一般的食物 通常也不是故意添加的 那当然呢 有一些人还是持保留态度说 可不可能是下毒 但是呢 薛瑞也说了 这个米肖郡酸 不是一般人可以取得这个米肖郡酸 把它培养好 再把它丢到这里面去下毒 他认为可能性不高 那我们就来讲说 那之前怎么会传出杏鲍菇 跟凤梨有验出 今天我们看到就是相关的部分 就赶快否认了 这是谁说的 就是台北市公共卫生师 工会理事长翁瑞宏说 过去国内在腐败的凤梨跟杏鲍菇 有验出米肖郡酸 但是农业部赶快就跳脚了 农业部的农业试验所专家 郑重否认 他说绝对没有 然后另外说木耳 可能遭受唐昌浦伯克氏菌 来污染 这个是什么呢 唐昌浦伯克氏菌野毒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你要先有这个唐昌浦的伯克氏菌野毒 然后你经过了培养之后 22到30度左右 你才会出现米肖菌酸 所以这个是前提 大家就说米肖菌酸 不是这么容易形成的 那对于木耳可能有这个部分 农业部也是否认 他说没有唐昌浦伯克氏菌野毒 存在于台湾农业的任何的案例 因为他说台湾的这个木耳 其实对我知道木耳很健康 他说我们台湾木耳不是泡的 就是本来就这样子 不会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说像白木耳 有些干的 你把它泡的 他说你只能泡两个小时 你不能泡超过24小时 而且中间你要换水 否则他就很容易会变质了 那现在我们就讲说要改名字 要改名字 我同意 因为这个名字 大家一听到米肖菌酸 就会想到米嘛 这里面 米肖菌酸跟米没有关系 它是在椰子 或者是玉米制品当中产生的 学者建议就是 可能证明叫野米肖菌酸 但是也有人说 可能用他的学名 我刚刚有讲 因为你讲野米肖菌酸 又有椰子又有米 好像也不好 所以我觉得还是改一个 不要有任何食品的这个内容了 那对于薛日元 今天被问到说 是不是有效查看 他不回答 那我跟大家讲 马英九 他今天访问三个公司 被说是在呛美国 我跟大家讲在这里 他是在今天搭乘的 中国南方的航空公司 12点半起飞 2点25分抵达 大陆国台办副主任 潘贤长等人在现场接机 那我们知道他今天访问大疆 明天就是访问比亚迪 可是我们看到这个情形之外 罗森伯格在今天见了小英总统 他说台美关系在台湾选举之后 有显著的提升 双方过去八年共同努力巩固伙伴的关系 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下午2点半见了赖清德总统当选人 罗森伯格上次来台湾呢 是可以说1月14号 那个时候是在选举之后 他见了英赖侯科朱 这一次会不会见国民党 我们可以再看拭目以待 会不会见民众党再来看一下 那不过我们今天也看到的就是呢 今天我们的国防部长出来了 我们的国防部长呢 也就是邱国正今天哽咽的道歉说 毕竟他是我的孩子 所以我们要承担不管怎么样 火烧的痛啊 但是我不会让他来帮他来救火 然后呢对于很多的内幕就出来 什么内幕呢 有人就说你是不是党人财路 哎党人财路什么财路 他们就说军售 我们只知道美国 要给台湾免偿还的军售 对不对3亿美元嘛 还有其他的军售 怎么可能国防部长党军售很奇怪 这个是国民党立委徐宇珍说的 国防部军购案极为复杂 有飞弹飞机船舰 为了放置这些军品 还需要盖防射 飞弹储存厂发射基地啊 要有这个内容 都是有特定人想要找关系拿标案 是不是因此得罪人 国防部长邱国正说根本没有 我连什么案子都不知道 我没有去挡过任何军售 然后呢他报小婴儿这个照片呢 是他办公室 他承认这个比较不妥 因为正常来讲 不可以在他的办公桌做拍照 不过他们说桌上看起来 也没有什么机敏的文件 邱国正说他疏忽了 因为那个时候是小孩 刚刚出生没多久 到办公室来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到 静周刊有爆 爆料什么 英赖未留他大概至少两个小时 因为这个事情是 静周刊的3月28号爆出来 邱国正3月29号说 疲惫请假半天 请假半天 所以在113年 向先祖籍中列殉职人员祭祀 他没有出现 但下午他已经现身 陪同赖清德 萧美琴到中科院的龙坛院区了 那明天的重头戏就要看到 就是呢我们看到了 萧美琴跟赖清德 就会到国防部听取机密报告 这个部分呢 邱国正也会在 那另外大家就说 谁会来接国防部长 大家现在传出来 就前海委会的主委 也就是李仲威 或者是国安会的秘书长顾立雄 或者是国安会的资委 也是潜见国造的召集人 黄曙光 这三个人都被点名了 不过现在比较担心的是 邱国正的儿子的手机被害 这个是比较重要 那今天在这里呢 还有个事件呢 可能会被压下来 但我觉得这个也蛮重要的 就是前一阵子 不是在讲那个台志光的事情嘛 台志光的事情呢 结果呢在这里就有台北市的 民进党的议员 简舒培爆料说 怎么会有民众党的立委 去找民众党的议员 去找这个台志光的人吃饭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现在要讲的是什么 国民党的赵伟 财政委员会的赵伟 也就是罗明才 怎么会去找 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立委 去跟相关被执询的当事人吃饭呢 他呢3月21号请了保险局 局长是施琼华 代邀六家受险公司老板 跟国民党民众党立委 3月26号在洗来灯吃饭 这里面没有民进党 为什么没有民进党 他说我挤不下 我以后再约 可是不是 有没有民进党的问题 你们这样子很奇怪啊 你们这样没有回避嘛 罗明才今天说 立委关怀企业很正常啊 我没有约民进党 是因为座位不够 然后金管会保险局说 主要是让业界认识新委员 不分党派 他不知道怎么会没有民进党 然后罗明才曾经说 如果他的选票15万以上 就会选新北市长 结果他拿了12万662票 但是一般认为 他想要选新北市长 他想要选新北市长 那接下来是如何呢 洪梦凯不是也想选吗 不是刘和然也想选吗 不是李四川也想选吗 那民进党这里 不是郑文燦也传出有意思 林又昌也传出有意思 哇 这个新北市长的选战 非常激烈 好 我们一连叉的报道 我们要来看 今天保陵案的最新发展 还有台北市的这个市长 蒋万恩今天说 已经开罚了100万 一个都市飘洋过海来的话 应该比较不太可能是这个样子 李孝俊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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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他说我的孩子 这我们要承担 那我不会帮他做救火 希望两岸交流 避免战争的新生 马铃酒 不要做卖国诚 郑尔伯国主席上任 刚满一年 已经是第五次访问台湾 台湾交流 也承担了 美国的长期承担 让台湾 保险局长有给你报备没有 还有一团金控的团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市长被点名留校 谢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目前在加护病房当中的几位病患 那医疗团队也在评估是否患肝 其中有四位还躺在加护病房昏迷中 甚至两位肝脏损害严重 有患肝风险 情况持续恶化 这个四个在加护病房的 这个重症的一个病患 还是在非常严重的肝衰竭的路上 然后他们的肾衰竭的情况 也都没有改善 目前四位患者都没有尿液 或者是极少的尿液 表示他的肾功能几乎完全消失 真的好惨 四名重症不仅严重肝衰竭 肾功能也几乎消失 还传出一位理性受害者 是伪创工程师 一号公司还向全体员工 寄送内部信件 说他是马来西亚华侨 来台打拼快20年 是美国事业单位的优秀工程师 更是家中经济支柱 希望同仁捐款帮他渡过难关 肝腎重症病患 目前用洗肾吊着性命 还在等待评估缓干 食药署人员埋头苦苦 加紧脚步 紧验食材 26号食药署 寄查带回的包括果条 香蓝叶 再来米粉 酱油 老抽等 35件全部验完 却都没有检验出米酵菌酸 看到那如果说 是不是可能中国来的呢 薛瑞源怎么说 有专家指出 会产生米酵菌酸的病原体 已经在中国落地生根 外界因此怀疑 这次的毒素是从中国来 薛瑞源认为不太可能 一个毒素飘洋过海来的话 应该比较不太可能 是这个样子 这个毒素本身并不是说 单纯在实验室里面 制造出来 然后去 除了说所谓的标准品之外 究竟什么原因 掀起保龄茶室中毒风暴 除了食材 人为操作过程等各方面 都要综合研判 什么时候才有答案 就看环境采样 细菌培养 但还要耗费两周时间才有结果 好 我们来看到一切的真相 大家都想知道来源在哪里 那接下来往下看的 其实我们讲到米肖郡酸扯到中国 但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 马英九前总统 在今天已经抵达了中国的深圳 这个事情有三个面向可以来看 第一个面向 大家很担心他会卖台 真的 因为不知道他讲了什么 就会被中国拿去用说 你是中华民国的前总统 你认可了什么什么 他就会变成出口转内销 说我们台湾的前总统说了什么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他个人的部分 他已经很明显变成了棋子 我刚开始说他要去看大疆 他要去看比亚迪 他要去看腾讯 这些都是被美国制裁 而且列入黑名单的 第三个就是他个人的部分 他个人的部分呢 是不是矮化 其实我们并不在意 因为那是他个人的选择 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讲的 就是先第一个看 他并没有红地毯 你如果说习近平要见你 这么遵你为 就是中华民国前总统的话 你至少来个红地毯 你可以看到没有 这个是去年的这个照片 就是现在的照片 都没有红地毯 就是一个灰色 一个灰米灰色的小巴 然后接机的 都是国台办的副主任等级 那我们来跟大家讲 在今天接机的现场当中 他的今年的人马 这个等级都是一样了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有国台办的交流局局长 还有国台办的副主任 潘贤长 还有新闻局局长陈兵华 还有广东省的台办主任 也在这里 因为他去的是深圳 那我们看到这里以后 他马上下机就有维安 他到了这个大疆公司 跟腾讯的总部 那在这里呢 到大疆的状况如隔 你可以看大疆就是无人机 现场作陪的 除了有国台办的副主任 潘贤长 深圳市委的常委兼统战部的 部长王强地方官员之外 深长于台湾 具有台大工学院学位的 大疆总裁罗振华 也全程陪同 马英九在大疆公司的展厅 停留的时间大概30分钟 他之后就到哪里 就到腾讯去参访 而且腾讯的马化腾 也亲自的陪同参访 那我跟大家讲 这三家的这个部分 你大疆来说 大疆还扯到乌俄战争的时候 还有出现去帮忙打仗吗 你可以看到 这个大疆的部分 他2021年已经被列为 是一个黑名单 而且呢 他的无人机 2023年2月爆出来 中国制造的大疆小型无人机 是俄军用来攻击 乌克兰部队的有效方式 腾讯的部分 2022年 被美国贸易代表属 列入黑名单 比亚迪 他的电动车 是被欧盟进行反补贴的 这么一个调查 好 我们的报道 就从马英九 今天出发开始 出镜前向媒体挥手 留下历史性画面 前总统马英九发表谈话 全权照稿念 出发前对马先会 只字未提 马英九一号落地深圳 由中国国台办副主任 潘贤长接机 下午直奔 生产无人机的大疆公司 和网路龙头腾讯参访 晚间六点 和国台办主任 宋涛会面 隔天上午安排参访 电动车企业代表 比亚迪 预计晚间在广州 会见广东省委书记 黄坤明 只是两天内参访的 三间公司 大疆近年曾被 美国制裁列黑名单 腾讯也曾被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列入恶名市场实体名单 比亚迪被欧盟 进行反补贴调查 令之一 周方安排参访这三家公司 犹如与民主国家作对 动机不言可遇 马英九想为两岸搭桥 但能否守住中华民国立场 有关历史定位 是和平施政 还是美国贼 记者曹天 廖克成 猜访不报 而我们从这个事件当中 我们往下看 你要看到的就是 包括了美国的罗森伯格 今天见了小英跟赖清德 但是呢 年代很不好跟大家说 还有一个值得观察的 就是在这个时候呢 所谓的同路人 引起大家的瞩目 中共的同路人是谁 马英九对外的说法是 他希望两岸和平 不要兵戎相向 但是我没有看到 马英九对于中国方面 对台湾的 不管是军舰 越过了相关的区域 或者是飞机 越过了我们的ADIZ 有任何的谴责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 我们要看到的 就现在我们的国防部长 邱国正 父辈受敌 如果我们今天在讲说 邱国正儿子 疑似买春的这个事情 被爆出来 可能牵涉到内斗 我觉得那就是 too simple too naive 太天真了 这个事情 不是那么单纯的 去逗你邱国正的位置 因为邱国正早就表示 他不想继续做下去 这个问题是对于台湾的 一个军头的一个重要 一个领袖的一个松动 你对外的时候 中国可以有很多的方法去说 你看看 你一个国防部的部长 你的儿子 这样子 你被我们给泄密了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 在之前的时候 我们知道有一些外泄的自拍的照片 或影片出来的时候 扯到对方可能他们的交往对象 是来自于中国的 那这次邱国正的儿子 他有不同的 如果那些八个影片都是他的话 有讲英文的 有讲国语的 有没有是可能有所谓的 中国的骇客入侵 把他给曝光开来 那我跟大家讲 这个事件的发展 在今天根据有看过影片的人 就说八段外流的影片当中 明显看出邱国正的儿子 在跟不同的女生发生 这个所谓的交易之前 他会调整这个镜头 表示他自拍 但问题是他并没有要流出来 秦志仁怀疑说 他可能不是用公物的 这个所谓的拍摄的机器 或者是他用的是公物的拍摄机器 他把它删除了 可是删除了以后 他没有把此卡格式化 事后此卡遭到了回复 发现这些影像而遭到了外流 还是他个人的手机呢 那这里面还有邱国正的儿子 手拿健保卡疑似看诊的照片 那个时候我们在看诊的时候 如果确诊是不是要拿着健保卡 说我是谁 所以说他们怀疑是那个 但是也有人说他是不是被威胁 所以传言非常的多 那现在还有什么呢 就是少卫毕业任官 跟这个军情局长合照照片 还有就是邱国正办公室里面 全家福的照片 好我讲的这个就是这张 这张照片就是我们说 邱国正跟他的孙子的照片 这是人之常情嘛 可是问题是他也忽略了 这里面当然办公室当边 是不能够这样拍照的 那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看到相关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说呢 这个有几个要厘清 邱国正儿子拿着健保卡 他的少卫毕业的时候呢 跟军情局的局长合照 还有就是看到的这张照片 这一连串的部分 我们先从邱国正今天几乎 几乎差一点老泪纵横开始 谈到儿子一度哽咽到说不下去 国防部长邱国正铁汉形象 却首都在镜头前红了眼眶 一旁的国防部官员还挨上钱 拍拍他的背 不过邱国正打起精神 我真的表达惬意 虽然很痛苦 代价很大 但它是事实 我们要面对 好我们来看到要面对 接下来的疑点是什么 邱国正和儿子媳妇孙子 一同在办公室内合影 但法规明定未经许可 不能在军事营区内摄影 邱国正的行为 恐怕已经违反军规 邱国正坦诚疏 好在照片中没有红色机密文件 否则恐怕会泄露国军 重要情资 就有军方和秦志全专家分析 流出的这些照片和布牙影片 是因为手机档案外泄 MDM的这个装置 那这个装置来讲呢 其实它可以去 有权限去监控你的手机 里面的这一些资料 甚至取得你手机里面的档案 好我们来看到呢 这个部分呢 到底有泄露到多少情资 是受到瞩目的 而回到这里我们说 蛮久到中国去的时候呢 还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美国再来协会的主席 Rosenberger来到台湾 而在今天我们知道 他呢下午见的是赖总统当选人 那今天见面呢 我们知道呢 就是罗森伯格 他希望区域两岸要维持现状 赖霄明天要看国防部 过去都有行政员长人选已经拍板 那这一次的关键就是要看 要带谁去是一个关键 那现在被点名出来 可能会接国防部长的 包括了之前海委会的主任李仲威 不过李仲威在一两年之前 就已经说家庭因素退休了 或者是国安会的秘书长顾立雄 或者是之前的潜见小组召集人黄鼠光 我们的报导 小美琴2号就要到国防部 来听取机密简报 能够来参加我的就职典礼 当面递出520就职典礼邀请函 准总统赖清德在府内接见 AIT主席罗森伯格 那么从1月13号选举到今天 那么在两岸的情势上面 也有几件事情发生 那么诺拉主席能够来到台湾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不只和赖清德相见欢 罗森伯格前一天晚上才下飞机 一早就到总统府 进见蔡总统 这也是他上任AIT主席后 第五度来到台湾 上回是在台湾总统大选后隔天 这回则选在新总统就任 一个多月前 为期六天的访台行程 罗森伯格也规划 拜会立法院和各政党领袖 学者分析此行目的是与朝野 确认台美未来合作方向 反之对新政府执政方向 这个事件当中大家很关心的就是包括了赖清德跟肖美琴 明天他们到国防部的时候呢 谁会陪同 不过我们说这个食安的部分 现在大家关心除了原本的保龄茶室之外 现在又有两个事件发生 这两个事件是什么 一个我们来看到的就是知名的藏寿司 藏寿司呢传出了疑似食物中毒事件 有四个人呕吐腹泻起诊 蒋万安市长表示 当天接到通报就到现场来鸡查 但是台北市卫生局没有发现业者 他们发现说一共有四项缺失了 但是呢还要再做进一步的确认 他说如果复检仍然没有改善 就会开罚六万到两亿元的罚还 那另一方面再来看到的 就是我们说在这个汉来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看到的他是一家六口 三月三十号到南港汉来大饭店的 岛屿自助餐用餐 结果在用餐之后我们知道呢 一家六口当中有三个人 他们就是出现了有呕吐的情形 所以呢赶快就是送医救治 我们的报道先从葬寿司开始 日前有四位民众相约来到中山区的分店用餐 没有想到用完餐没多久之后 有人的身体竟开始起红疹 甚至出现呕吐腹泻的情况 三月十八号民众前往寿司店用餐 一共花了两千多元 不料四人吃完当天 其中两人身体不适出现红疹 腹泻呕吐情况 直奔医院挂急诊 医师认定以四为食物中毒 随即通报卫生局 北市卫生局登门抽查时 已无食欲检体 但针对现场环境进行击查 发现有四项卫生不合格的地方 当下随即开立限期改善通知单 付检的时候如果没有限期改善的话 我们就会予以开罚六万到两亿的一个罚还 依照实安法 另外若环境及人体首部检体 后续检验出病原菌也将再开罚最高两亿元 而此案身体不适的两人目前都已返家修养 只不过北市实安问题连环报 已经搞得任性惶惶 借林文万家为台北采访报道 好 我们来告诉大家呢 最近大家在家里可能有人会注意到 韩剧真的非常的夯 类之女王找出来的特别来宾 让大家吓了一大跳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一下 中国的网友造谣说 金门士兵跑光了是怎么回事 还要看立法院今天4月1号进行了一个国会改革大战 那我先来讲到类之女王的部分 类之女王3月31号播出第八集 创了收视新高 女主角是金志源跟男主角是金秀贤 他们两个就是因为爱结婚 三年之后两个人感情不好了 然后可是金秀贤就觉得说 本来要离婚 然后发现老婆可能只有三个月可以活 那他就想说那我们就不讲离婚了 就经过了很多的过程是这样子的 结果这里要谈离婚的时候呢 找来了这个律师 这个律师竟然是文森佐 文森佐是谁演的宋仲基演的 那当中西装必挺的宋仲基 拿着公事包跟在金志源身后 另外一幕宋仲基拿枪抵着下跪的金秀贤的头部 他有很多的梗啦 大家都吓了一大跳 那其实我们看这个之外 还要看呢就是在这个周末当中 大港开唱小英总统去 然后说那个在现场说有谁啊主持人要骂他 其实并没有 但是我注意到的是什么 注意到他的鞋子 这个鞋子是什么呢 他这个鞋子很特别哦 双色拼接的 前面黑色后面咖啡色 那到底是什么 网友刚刚就在吵啊 就在讲说 哎可不可以写给总统府问啊 有人说哎会不会是 Camper啊 又说哎到底是什么呢 哎Camper有点像 但是不确定 也有人猜是以前他姐姐会买给他Prada 网友一致好评 就觉得这个鞋子不错 这只是案外案啊 呃案外案 然后因为我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也不好意思去问总统府说 请问总统穿的鞋子是哪个牌子 人家会觉得说亚琴姐你也太无聊了 不好意思 所以我不好意思去问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金门的这个部分 金门这个啊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造谣啦 因为YouTube频道啊 研究新兴20年 在29号传说 台湾二胆岛被空拍机摄影 说二胆岛的国军士兵 被大陆人机吓得跑光光 哎哪有 哎有三万多人宽呢 但是陆军金房指挥部就驳斥说 这个是二胆岛守备队啊 他昨天下午进行运捕载运的画面 而且你这个空拍机你很远 而且现场有逆光 官兵没有及时目视 没有及时发现啊 那的确有人抬头发现嘛 他们就被笑了 但是今天邱国正就面对说 这个通盘检讨还是训练不足 对于金房部没有落实 要处以程序 要负责也会就责 好那今天在这个立法院到底在吵什么 4月1号就是说这里面啊 司法委员会 国民党跟这个民众党 他们要核推一个国会改革五法 这个国会改革五法是什么 就是说呢 要总统去国情报告 常态化 要国会调查权 要听政权跟藐视国会罪 讲了一堆 讲了一堆 但是民进党就说 你这样子是违宪的 而且你这样会变成 太上国会宪政怪兽 而且民进党说 我也有提案子啊 我这里面我要 立法院的职权分析行政法 要宪政层次的人员啊 我立法院的议事规则 我要提出来啊 还有立法院的组织法 我都有一定的方法 但是他要到明天 程序委员会 才会来讨论这个部分 好 我们就来看看呢 今天的内容还包括了 马上4月8号 是不是就有日全食啊 我们来看 先从《累的女王》开始 我刚刚有犯一段 在101快闪唱歌的 那是2013年的片段 现在已经超过 百万人去看了 而且很感动 看了给不配都起来 台湾就是快闪唱歌 大家很高兴哦 唱这个绿岛小夜曲 我们近一分钟 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要看的是 这个00940啊 有人说老婆 要把她扫地出门 到底怎么回事 马上回来 回到现场 我们来告诉大家的 在这里00940啊 今天挂牌了 正式4月1号开始 结果有人就说 哎呀平均赔了多少 240块 这个是有一个网友po的啦 被老婆发现哦 他贷款300万买00940 被老婆砸了这个 可是这个没有求证啊 不晓得 这是有人po文是这样讲 那我们知道今天早上9点正式挂牌 早盘9.93元开出来 9.04分下跌了 0.08最后收盘的时候 9.76大概是跌了1.61% 当初申购成功的 平均算起来一个人小亏啊 小亏每一张小亏240块 那有一些就出现174 有些是出现168啦 就是故意好像很多散户就说有钱人的玩法不一样 174是一起那个死的三生的那个意思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 北投知名的黄泉会馆偷拍的部分有10个例子 现在据说影片17步 现在已经带回了三个人 这三个人以五万六万六万来交报 警方对比影片角度发现嫌犯 竟然是将摄影器材架设在尾离缝隙进行偷拍 就有员工工程曾经看过可疑男子在附近显化 如今偷拍案件曝光也让店家痛批实在太夸张 做后面的防范做得很好 而且我们现在做得很齐全 所以这个事件 但是他们三个人都否认啊 他们说他们只是转船 好另外再来看到王洪威的这个部分 王洪威他爆了这个料 事实上呢今天国防部也说 因为跟这个中科院没有完全的同步 因为王洪威今天在立法院就是说 政府编了2400亿 特别预算来提升海空战力 可是之前发生厂商外购飞弹原料 是中国制品被中科院解约 结果呢是封易 同一个地址可能是亲戚关系 亲戚关系的九鼎联合有限公司 跟相同负责人的永贯印材有限公司 怎么可以继续用 哎我觉得这个倒是是这样子啊 你怎么可以继续呢 你不可以啊 结果呢在今天采购官就说了 其实封易是被中科院停权 但是中科院不是用政府采购法 所以呢中科院就没有跟国防部来联动 他说以后这个黑名单 就会直接给国防部 大家全部都要一起来管制 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子 广告就会 我们要来告诉大家是什么 我们要来讲的就在这里呢 马英九今天傍晚最新的行程 还有要看的就是现在大家说 国民党要删掉紧急预算 我请问你那我们疫情的时候救命的钱哪里来 炒得很厉害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知道在今天晚上啊 马英九呢他就要跟国台办的主任宋涛来会面 晚宴之后呢他要去人才公园欣赏无人机的表演 那明天要看比亚迪我刚刚已经讲比亚迪是被美国给制裁的这么一个公司 那我们看到了这个事件就说呢 如果他跟习近平会面在台湾厅 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呢 这里就有当中写这是什么呢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 把台湾视为中国的一个省的这么一个概念 接下来郝龙斌4月11号要到河南参加 这整个的就是有关于皇帝故里的拜祖大典 王金平是5月要到山西五台山啊 要来这个拜拜 洪秀柱7月6号要去杭州出席 海峡两岸青年发展协会 李乾隆是5月要出去 那我们知道今天的立法院吵来吵去 包括了吵什么 包括我们说这个预算法 国民党说823条824条修正 你不能够提出来紧急预算的这么一个做法 可是呢民进党的吴思瑶就说 你这样子傅昆奇提了三个特别预算的 钱肯法案 难道国民党在玩两手策略吗 如果你不让政府有这个权力提 我的看法是 一旦需要钱的时候怎么办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来告诉大家台积电呢 今天跌了9块钱 好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 这是在国防部 明天赖清德肖美琴会听取报告